軍用巴士一輛接一輛開出營區 這正是四月十八號當天 敦睦艦隊集中檢疫的集合過程 但現在爆出 開車的陸軍官兵 竟然也出現武漢肺炎疑似症狀 有陸軍官兵爆料 當天支援載送的三名陸軍官兵 有兩人任務結束後出現腹瀉症狀 衣官強烈建議通報疫情指揮中心 卻被擋下來 衣官甚至PO訊息 卸下洩漏軍機要辦就辦 但最後還是三文了 面對指控陸軍正總駁刺 強調載送過程都是防疫高標準 仔細看看當時開車的陸軍官兵 都穿著全套防護衣防塵帽 也戴上護目鏡和N95口罩 但這兩名官兵十八號任務結束後 在二十三號不約而同出現 武漢肺炎中的腹瀉症狀 立刻就醫採檢 信號結果為陰性 初判為腸胃炎 那沒有所謂的海軍傳到陸軍 結果他可能有症狀 那趕快通報採檢 那把這個身體的情況 趕快來理清就好 疫情指揮中心也強調 目前陸軍官兵採檢結果皆無異常 畢竟海軍艦隊才剛爆發群聚感染 任何風吹草動確實都讓人格外敏感 至於有沒有隱匿不報 陸軍現在也展開調查 三連熙方無風吹開 臺北報導